这样的手提包就至少有三个 所以其实拜登有可能 在就职典礼之前就先拿到了 而拜登一上任呢 川普手中的就会自动失效 美国总统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有一名提着黑色公示包的军官走在身边 这个叫做核足球的核弹公示包 里面有能够确认总统身份的通讯工具密码 让他能随时下令进行核武攻击 Zulu Tango Echo 7 以往核足球都会在就职典礼上交接 但因为川普拒绝参加就职典礼并飞回佛州 让交接的方式成为了问题 据了解美国至少有三个这样的手提包 一个在总统 一个在副总统身上 另外一个则在指定的幸存者身边 不过就算川普死不交出来 在拜登宣誓就职后 一过12点川普手上的核武密码也会失效 但众议院议长还是担心 川普会在任期最后一天有惊人之举 但军方也打包票要发动核武 也不是这么简单 总统下令攻击前都有防范机制 必须要有合法的军事目标 及使用适合的武力 川普的核足球会在现任时间一到 由川普的田审士兵带回 军方会确保转交顺利进行 不让任何意外发生 接下来我们将报道